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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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大家想要按照原路返回 可是没想到最后却迷路了 他们来到了金色塔另一个房间内 记住小哥在墙角发现了报复的机器人 突然整个房间的地面出现裂缝 竟然瞬间就坠落到了房间下面 收拾到大家醒来后决定赶紧离开这里 结果天降大石直接砸向了记住小哥 按理说这个高度这样的石头坠落 十有八九会被砸去领盒饭 可是没想到只是砸住了记住小哥一条腿 经过一番紧张无用的拯救后 大家发现依然推不开石头 最后大家决定赶紧寻找出口 只有出去找人才能回来救记住小哥 此时女记者尝试着爬上原型通道 当女记者爬到一半时发现了另一条通道 可是当她仔细一看 却发现了一个怪物 被怪物奇迹的女记者追落下去 差点把下面的摄影师撒出了响 无奈的大家决定打开室内的石门 看看这个门到底会通往哪里 金方牛告诉记住小哥 无论你是三条腿还是两条腿 我一定会找人回来救你出去 大家刚走没多远就听到身后一声惨叫 就是小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拖走顶了和饭 剩下的四人立马争吵起来 女记者表示要不是为了一个破机器人 大家也不会进入金字塔内被困 而金方牛却怒得女记者 没人让你下来 恐惧让女记者感到了崩溃 冷静后大家开始继续寻找出口 凡是有洞的地方 大家就会钻进去 当四人在狭窄的通道内爬行时 却听到了后面有怪物朝他们袭来 吓唤的四人拼命的往前爬 没想到士兵居然出现在通道尽头 他救出了四人后 拿着枪不断的扫射怪物 当士兵子弹打光后 怪物迅速逃离了 可是随着士兵往通道内一看 结果更大的怪物 直接送他领了和饭 害怕的四人小心翼翼的继续寻找出口 摄影师发现女记者似乎已经被感染 博士看到了墙上的壁画 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古埃杰的死亡之书上记载着 当人死后进入冥界 死神阿诺比斯会用新秤来称他们新的重量 天平如果平衡就可以投在转世 如果倾斜那就会下地狱 紧接着四人来到了一条隧道 博士好奇的动了一下石牌 还没走多远 墙面上狗头里不断往外流出沙子 四人拼命的往前冲 冲在最前面的女记者 看到镜头下面 居然是一个树满了木刺的陷阱 他刚轻信自己杀住了车 可是没想到后面的摄影师撞到了他 这下女记者坠落后身体被刺穿 此时我估计女记者杀死摄影师的心都有 就在博士拯救陷路沙子的女儿金发妞时 没想到很多怪物出现 开始砍食女记者 最后虽然摄影师用照明但赶走了怪物 他们三人下去 白想拯救女记者 没想到却直接导致女记者领了喝饭 最后三人继续沿着通道不断找出口 他们看到了那个损坏的机器人部件 庆幸的是通过这个部件 三人可以录制一段临终前的视频 录完视频后 博士与金发妞听到了一阵声响 他们摸索中打开了墙上石门的看官 在一间房内 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类干尸 就在摄影师与金发妞查看日记时 没想到博士被身后的死神洞穿了心脏 吓唬的摄影师赶紧带着金发妞逃走 之后摄影师决定回去 把这一切录下来 原来这个怪物就是地狱的审判者死神 他把博士的心拿出来撑凉 可是因为天平倾斜 死神吞掉了博士的心脏 死神慢慢地打开了石门走了出去 躲在一旁的金发妞与摄影师都不敢出声 他们返回去 从博士身上拿到了照明蛋 两人必须在死神审判前找到最终的出口 此时金发妞才发现 这个金字塔是个监狱 他在石关不停地寻找出口的信息 按照壁画的指示 金发妞找到了出口的位置 两人终于发现了带有扶梯的通道口 正当两人高兴地往上爬时 明显的死神从下面爬上来 袭击了摄影师 紧接着他又爬上来 要袭击金发妞 最后金发妞被死神抓回去 进行审判 就在死神即将掏出金发妞的心脏时 他用一直携带的那个奇怪武器 割断了绳子 金发妞划伤死神后 准备逃离这里 不过很多小怪物堵住他的去路 正当金发妞不知如何是好时 明显的小怪物袭击了死神 最终金发妞爬出了通道 逃到了洞口 眼看着一个小男孩跑向自己 他拼命地喊救命 可是死神却出现 直接袭击了他们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这部影片是一部小成本电影 考古小队金字塔探险遭遇死神 某艺厅确实很有吸引力 可是不好的特效 导致这部影片成了 河泛小队大战金字塔狼人的故事 而且影片的细节 与不合理的设计 让人有种蒙圈的感觉 不知道看和小伙伴们 看完后啥感觉 好了 今天分享已结束 喜欢的都点关注 就是三连加守护 开心快乐 你最苦 么么哒